周二上午 麻州州长莫拉·希利 在威斯汀科普利广场 向大波士顿商会发表讲话时表示 将让马萨诸塞州 在未来几年实现持续增长和共同繁荣 希利州长介绍了 他希望本周提交给立法机构的经济发展法案的大纲 承诺资本投资 顺收抵免和其他福利政策 并呼吁对麻州的住房危机采取行动 针对住房问题 希利政府提出了一项41亿美元的债券授权法案 以帮助改善公共住房并鼓励新建筑 他说 这将有助于解决 麻州2.8%的全国最低的租赁住房空置率 以期达到健康的6%比例 这个房间里的人是你们行业和社区的领导者 希利在演讲中谈到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进来 我们需要你的参与 和你当选的官员谈谈 和你的邻居谈谈 和你的同事谈谈 帮助确保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周的未来取决于新房子 不是在其他地方 而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 此外 周长希利向列会的数百人 介绍了经济发展计划 该计划支持小企业 农村发展和沿海发展 该建议还包括 一将麻州的生命科学计划 再延长10年 希利提到 自2008年启动以来 该提案帮助创造了 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撬动了超过6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二 他还将资助一项为期十年的气候技术倡议 旨在 使麻州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 该提案将 利用我们大学的研究和开发 为创业公司提供吸引人才留下 和他们成长所需的资源和设施 他将扩大制造业和劳动力发展伙伴关系 三 此外 我们还将解决 可能是我们一生中 最具变革性的新兴技术 人工智能 希利继续说道 并指出 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 该工作组将在六个月内提交建议 详细说明国家如何在实施人工智能方面成为一个有效负责任的领导者 我们将重点关注马萨诸塞州居民和企业如何从中受益 我不希望任何事情阻碍我们经济的巨大潜力 我们在教育 科学 医学和金融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为生活质量和尊重人权设定了标准 这些都是21世纪成功的要素 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说有一件事比其他所有事情更有可能使我们偏离轨道那就是自满 正如我们在气候变化 游行病和全球冲突时期所看到的那样 世界变化很快 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我们就有撤退的风险 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 西里还着重强调了化石燃料行业的风险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化石燃料行业在最后一刻尽一切努力 他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指出在担任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期间 他曾起诉埃克森美孚公司指控其向公众隐瞒对气候变化的早期了解并误导投资者 会后 西里州长同各界与会者友好交流并在答记者问中强调了他接下来工作中的重点 博士顿中文广播电视台报道 请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